好 那我們先看太極語 欸 顯示 OK 好 那12月12號是上禮拜吧 禮拜六還是禮拜五 OK 那時候呢 其實我就是在看世界語 我那時候在看世界語 然後看一看之後我覺得 那天我跟二年級的一位同學為你簽在聊天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對邏輯語也很有興趣 後來呢 我來聊聊他說 老師你會不會自創一個語言 我後來想一想 嗯 好像有道理啊 因為既然邏輯語的語法那麼複雜 我幹嘛不自創一個語言 我幹嘛要遵循他的語法呢 那個一千多條的BNF我實在是受不了 所以我決定 那我們可不可以創造一個語言 反正他就可以用來溝通 但是沒有語法 你怎麼講 只要我看得懂就行 那這個語言是專門針對機器翻譯而設計 那只要我看得懂就行 什麼例子呢 其實這個例子很容易 那我應該有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已經做這個超過十年 我從1996年退伍之後就在中研院資訊所工作 然後呢 那時候就在做自然語言 然後那個實驗室有個產品叫自然輸入吧 那後來呢 我離開那邊之後 其實我 博士論文跟這個也是有關係的 然後 但是到了這邊之後 2005年之後我就比較沒有碰這個 所以大概做了十年 那2005年之後沒有碰這個 我覺得我後來就跑去做開放岩石嘛 之類的東西 但是自然語言處理我還是熟啊 那我一直覺得這個問題如果能解決的話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特別是機器翻譯能解決 是非常棒的事情 可是一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上次有給各位看過 你把一個比較複雜的文章 丟給Google翻譯出來的結果 你會覺得不好看 OK 那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很多方面 第一個 它詞可能會翻錯 詞翻錯了 那就完蛋了 你會誤解意思 第二個 中文的語法跟英文的語法是不一樣的 各國語言的語法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算你詞對了 那你翻過去之後結構不對 第三個 自然語言的語法 沒有辦法用簡單的規則描述 所以你又要怎麼把結構翻過去呢 大部分的自然語言 你連要把它的結構辨認出來都有問題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 直接去處理自然語言 這一個方法 就 那十年就在這邊度過 但是 沒有什麼結果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子 才會有結果呢 我覺得其實當初就應該可以想得到 可是為什麼沒想到 我不知道 現在才想到 那機器翻譯到底為什麼這麼難呢 我寫了很多程式翻不好 那字典也是個問題 我不可能自己去建很龐大的字典 那可是 現在環境也越來越成熟 譬如說我可以 很容易的 我上次從維基百科抓了 抓了那個 兩萬個最常用的字 他做過統計最常用的字 然後呢 我就把它丟到那個Google翻譯 然後把它 英文喔 英文的最常用的詞 然後 我把它丟到Google翻譯 他把它翻回中文之後 我就得到了一個 英漢翻譯字典 那不只這樣啦 其實還有 線上還有很多可以公開下載 有授權的字典 但是後來我發現 Google翻譯翻出來的那個品質 還是蠻不錯的 OK 我後來有用它 做翻譯系統的時候就用它 但是 即使這樣 我們翻出來的結果 還是不是那麼好的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之前我們不是有 在我的網站上面 就有了這個東西 程式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一個Mt OK Mt有沒有 然後 我把它弄過去 翻譯 就變長這個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我先把它弄掉 好 然後翻過去就長這個樣子 怎麼感覺下面有一個怪怪的東西 可能那個網頁的排版沒有弄好 咦 跑到這裡來 上哪進 好 OK 好 那你會發現說 當我這樣翻過去之後 它會變成這樣 那 字 是不是選對 然後 結構 我們看不看得懂 這個是冰雪奇人的英文 對不對 當我把它翻成中文之後 冰雪奇人裡面一段 歌的英文 他說 The snow glow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該雪白色上該山今晚 你看不看得懂這句子 那 可是 這個glow沒有翻出來 因為它有加S 我沒有加S的字疊 而且我沒有做後面的梳理 我這個程式寫得很快 所以沒有做後面的梳理 再把這個字加上去之後 他說 該雪 glow glow可能翻成成長 對不對 或雪增加 然後 雪增加 白色上該山今晚 ok 那你會覺得很怪怪怪的 對不對 那 他這句話到底意思是什麼 山上的雪今晚增加了 對不對 山上的雪今晚增加了 好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那因為 footprint是兩個字 我字典沒有 所以 他應該說 沒有一個足跡是可見的 那你如果受訓練受完之後 如果我告訴你說 沒有一個足跡是可見的 你聽不聽得懂嗎 第一句就有點太困難了對不對 第一句感覺 如果翻得對的話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沒有翻得很對 他說 雪 我們這個該的我可以全部都不要翻 因為英文的了在中文裡面沒有對應式 而且你翻出來反而會覺得很累贅 其實不應該翻得 OK 那反而是這個glow一定要翻出來 glow沒翻出來 人家一定不知道你到底在講什麼 對 那glow這字典一定有 我只要做了後面的處理之後 一定是找得到的這個字 所以他會變成說 雪增加白色然後三今晚 雪增加白色三今晚 你聽不聽得懂 雪增加白色三今晚 如果你受比較訓練之後 其實這個我覺得人是可以懂 OK 雖然你現在看起來覺得很怪 再來看一個例子 下面這個 Kingdom of Isolation 他有鬥點 有鬥點的句子更好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容易懂 他說 一個王國隔離 對 那 一個王國隔離 那 這裡我們會覺得 到底是一個隔離的王國 還是一個王國被隔離 你可能會覺得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但是 你再繼續往下看 你就會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個 他說 一個王國隔離 And the in look like I am the queen 然後他說 他的容貌如我該女王 這個該都拿掉 容貌如女王 容貌如我是 這翻成我是 容貌如我是女王 那看起來還是覺得怪怪的啦 沒有完全抓得到意思 但是 如果你今天用直數據 盡量不要倒裝 盡量不要倒裝 那 用直數據 那 中文跟英文都是SVO格式 主詞 動詞 售詞 所以 中文跟英文的這邊的結構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 盡量不要倒裝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懂 那 而且電腦會很容易懂 比較容易懂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 A kingdom of isolation 當它這麼短的時候 其實電腦是容易懂的 因為它會抓出 kingdom 這個字 認為它是個名詞 OK 它會認為 isolation 就是在講 kingdom 只要做到這件事情 電腦就差不多懂 就是 王國隔離 OK 這樣子 電腦其實是比較容易處理短句 但是長句的話 它會比較麻煩 而且 又有倒裝 又有複雜的結構 它會更麻煩 那 所以我們 如果要寫的話 我要盡量寫的讓對方看得懂 那我該怎麼辦 我能不能規定一種語法 這種語法 就是我定好的 你寫的時候 就根據這個語法格式 那 寫完之後 對方應該就很容易看得懂 我們想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 你看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e swelling stone inside OK 風嚎叫 我把一些虛詞都弄掉 風嚎叫 like 就像 像 紛飛 風暴裡面 風嚎叫 像 紛飛 風暴裡面 還是怪怪的 對 然後 不能保持 它在裡面 天堂 知道 我有嘗試 天堂知道我有嘗試 應該比較容易 或寫 改成上篇 知道我有嘗試 就比較容易 好 那 不要讓他們進來 這個翻成在就不對了 翻成進來 不要讓他們進來 不要讓他們看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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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直速OK的 這一句話比較簡單 對 因為它的結構跟中文幾乎一樣 那再來 Be the good girl 是 好女孩 You always have to be 你 總 有 是 這怪怪的 這怪怪的 當一個句子裡面有兩個動詞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怪 一個句子裡面有兩個動詞 但是它卻沒有明顯的隔開 然後也沒有 就是 第二個動詞 它可能會轉換一些結構 然後略掉主詞或之類的 就會變得不容易懂 但一個句子裡面如果只有一個動詞 就會比較容易懂 所以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到底想做什麼 我們想要發明一個語言 只要你按照這種語法 對方就會比較容易懂 但是你可以受過訓練 你不是完全 完全不了解語言的狀況 你受過這種語法訓練 然後 這語法有一些固定的語意邏輯 我寫出來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的 我寫出中文版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的英文版是 維持固定的語法 而且可以跟原始的文章 一對一對一 一個字一個字對起來 就像剛剛那樣 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解決溝通障礙 這是我想要解決處理的問題 那我們就得試 我就在想 這個問題怎麼做 那要很容易機器翻譯 翻譯的結果要容易懂 那我後來發現 古文有點這種特色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冰雪奇人覺得 它還是有點困難 而且從英文翻成中文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古文結構 那英文是一個結構 比較屬於樹狀結構的演 古文有樹狀結構嗎 你稍微想想 漢語的古文有樹狀結構嗎 古文非常奇怪對不對 漢語的古文在世界的語言上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 非常特別 老外根本就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這樣怎麼可以成為一個語言 但是我們看古文 你看多了你就會發現 他講的我看得懂 其實我發現有一些人 他可能考試 國文沒有考好 他往往死在古文這一段 但是為什麼他看不懂古文呢 很可能是因為他沒有看比較早期的小說 當你看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那早期的小說其實我開始可以接受古文的那種 結構和漢語法 漢語法 其實沒有所謂語法 就是我只要能體會他的意思 這個古文就算達成 漢語的古文有這種特性 就是意義導向 基本上 基本上沒什麼結構 那對我來說 古文的語法其實還好 古文基本上沒什麼語法 但是勉強說有語法 就是SVO結構通常在 主詞動詞受詞的結構通常在 這是語法 但是其他的就沒有太多語法了 古文很少倒磚 那他就是意義表達式的語文 所以如果我們把北風與太陽的故事 我們把它改寫成古文 那就會變成風與日 古文絕對不會很少加上北風這樣的東西 也不會用太陽這種兩個字的 很少 他就是用一個字的 一個字的 那所以我們把北風與太陽翻譯成古文 就變成 我現在用 古文先講一遍 風日爭 旅人志 脫著盛 風狂吹 人錦衣 風拜 日暖照 人脫衣 日盛 幾個字就把整個故事講 那 當我們用古文來寫的時候 他翻譯是比較簡單還是比較困難 是比較容易懂還是比較不容易懂 我後來發現好像比較容易懂 比起剛剛的冰雪學 好像還要容易懂 對不對 那我們就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風與日翻譯成英文 變成wind and the sun 好懂嗎 我覺得很好懂 OK 再來呢 wind and the sun 內容 風日爭 wind and sun compete traveler come 女人志 take off wind 就是脫掉的聖 脫著聖 wind and wildly blow 這裡其實我還有加上一些英文的文法 wildly加上ly 變成複詞 不然 其實wind and wildly blow 也可以 但是 老外 對這個 還是 會有 有那個 有那個 覺得怪怪的 wind and wildly blow people tie the clothes wind fail some only shine people take off clothes some wind 這個看起來比剛剛冰雪期間好很多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變成中英對照版 就可以看這樣 風日爭 wind and sun compete 旅人志 traveler come 脫著聖 take off wind 人主動幫他斷詞 旅人應該是一個單元 古文通常是一個字一個字的 單元的很少 但是人很容易把它變成一個單元 你在寫的時候 旅人應該是一個單元 我就後面弄個空白 這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說 OK 請 人腦斷詞法 人腦幫他斷詞 然後 電腦翻譯法 然後 再過去 字面對照法 那我們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翻譯好多了 比起剛剛的冰雪鮮好很多 那 如果我們規定一個文法 就這麼簡單 而且 他的不見的文法一定要規定到這樣 而是說原則 文法的原則你要保持svo結構 主詞動詞受詞結構 而且盡可能的精簡 不要太多累贅的用法 也不要什麼倒裝 那這樣子就比較容易懂 不要一大堆of 意思是什麼那些東西的 就是 虛詞盡可能少 古文裡面很少虛詞 唯一使用的幾個虛詞 大概就是像 知 知乎者也 對 知乎者也這些 ok 所以 知乎者也其實反而比較容易處理 我們現在用 一大堆的 的詞 反而不好處理 那知乎者也其實反而容易處理 所以 對於剛剛那個例子我覺得 啊 怎麼那麼漂亮 因為它是古文嗎 那只看英文是不是看得懂呢 老外看不看得懂呢 這個要做實驗 老外如果看得懂 我們就可以寫這種古式中文 然後翻譯成英文給老外看 讓老外寫這種寫法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看懂 這樣我們和老外就可以溝通 但是電腦不見得真的很能夠了解 其實可以啦 它也可以抓到一些結構 那就很容易做字面翻譯 然後挑一下用詞 機器翻譯就做完了 那到底這樣的方法行不行得通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測試 那如果這個方法行得通的話 就太棒了 我們只要安裝一個 我自己寫一個中介軟體 那就把你 所以說我寫成一個輸入法 那你一邊打的時候 那個翻譯就一邊出來 你還可以檢查翻譯對不對 試面翻譯對不對 然後OK就丟出去 回老外看 那它也一樣 它用英文打 然後它再丟回來 OK我們就可以這樣溝通 那如果加上語音辨識和合成 那把語音辨識內建在耳機裡面 然後把 語音辨識應該是內建在麥克風裡面 然後合成的部分內建在耳機裡面 這樣就可以溝通 那這樣翻譯的目標就達成了 可是 這裡很期待驗證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怎麼樣規定語法 才能夠讓溝通比較容易 目前這件事情在太極語上面 我的想法是不規定 不規定就是 不規定就是 你就照你的方法寫 這個太極語的語法 這在寫什麼 他說 T是一段文章 一段文章就是一堆詞彙 加號是一個以上的詞彙 這是正規表達式的寫法 一個詞彙就是一串字母或者是符號 符號是以單一個符號為單位 那字母是以一整串為單位 好就這樣 其實這個跟梅寫有什麼兩樣 基本上它包含了所有的語法 所以這個跟梅寫是沒兩樣 所以基本上就說它沒有語法 那如果你很會寫BNF 你應該很容易看得懂這種語法 如果你會正規表達式 你也很容易看得懂這種語法 那這個語法就是說 文章就是一堆字母和符號的序列 有哪些文章不是一堆字母和符號的序列 除非你用的是手語 可是如果你把手語給圖像化 它還是字母和符號的序列 那有什麼文章是不是序列結構的 立體的 那有可能啊 可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在電腦裡面 你就不適合啊 而且講話也不適合 講話我一定是一次一個字出來 再下一個字 我不可能說我講成立體的話 那要怎麼講 沒辦法 因為這是人的口語限制 所以呢 太極語基本上沒有語法 但是他唯一規定的語法就是 一定要是一串序列 就是這麼簡單 一串序列 這個很容易 絕對是 絕對是任何的 電腦裡面可以主持的東西 都是一串序列啊 那所以呢 既然沒有規定 我就想到老子一句話 無用之用乃為大用 那對人和機器而言 或許沒有語法就是最好的語法 你可以照你的全部方寫 那翻譯過去 對方就照著想法讀 但是這裡面 雖然沒有語法 但是他可能會有一些原則 原則是什麼 你盡量講得簡單 我聽得容易就好 那這就是原則 你寫得簡單 他看得懂 好 那這樣就是一篇很好的太極語文 所以太極語雖然沒有語法 但是有好話 OK 所有的東西都是太極語 但是這所有的東西裡面 要寫得好 並不那麼容易 那所以 我後來就寫了一篇自創 那由於這個是色情文學 所以呢 我們打上了馬賽克 那這樣子 跳成英文比較不會那麼突兀 那於是呢 我們就翻完了 就直翻喔 每個字都直接翻喔 又跟剛剛的那個風雨日很像 你看不看得懂這一個英文的意思 你現在仔細看 不管你有沒有看過剛剛的那段馬賽克 你現在仔細看 那這邊有一個字 這邊有一個字看不懂對不對 這個字叫做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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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他說什麼 man woman enjoy 男人女人enjoy enjoy是什麼 享受 那 woman soft 女人很軟 man hard 男人很硬 然後 這個字我真的不會唸 spermatozole spermatozole stopped 就是精子被擋住了 woman non pregnant 女人不懷孕 why 為什麼 backed 套住 就這樣 比較容易懂 相對的這一個翻出來 對人來講 就是 感覺是沒有問題 讀得懂 所以 這樣子 已經學會太極語 好 那我現在正在寫翻譯系統 但是其實他不能說是太極語翻譯系統 他是太極兩儀四項八卦語的翻譯系統 因為他會 最後會檢查你的語法 看看你是不是符合八卦語 不符合八卦語 就退回四項語 不符合四項語 就退回兩儀語 不符合兩儀語 就退回太極語 這樣子 OK 那 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其實可以把道德經翻譯成太極英語 道德經 我還蠻喜歡這本書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那 他 就是用非常非常簡潔的語法去 就語言去表示出他的意思 但是 但是其實你 你如果對古文熟你會看得懂 你會看得懂 好 那結果後來 後來有網友 他就把我翻的道德經拿給老外看 然後後來又把另外一個 我從金庸裡面 以天屠龍記的名言 我把它翻成英文 對 哪一句話我翻成英文呢 就是 武林至尊 寶刀屠龍 套令天下莫敢不從 以天不出 誰以爭風 我把這六句話翻成英文 然後把道德經的第一句翻成英文 結果他拿給老外看的時候發現說 老外說那個道德經的他比較容易懂 但是呢 那個以天屠龍他真的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 那個比較困難 我以天屠龍怎麼辦 我發現 武林至尊 烏令 king 因為武林這個概念國外沒有知道 用烏令 烏令 king 老外如果懂武林的話 搞不好他真的可以懂 但是這個老外可能不懂武林 烏令 king 武林至尊 寶刀屠龍 寶刀屠龍 寶刀呢 就直接翻譯成knife就好 kn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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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long knife too long knife too long 他不是knife kill dragon bear 對 但是因為那個 那個 詞啊 它是音的 它是音的 所以我們就照音翻 那也就是說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專門名詞的時候 我就把它照音翻就對了 那 所以就knife too long 然後呢 不是那個too long 不是T-O-O 是T-U-L-O T-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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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寶刀屠龍 號令天下 cohold 呼叫整個天下 呼叫整個天下 然後 莫敢不從 no dale violate 就是 沒有人敢違反 然後 倚天不出 Ethan no show Ethan Ethan 倚天 他可能就會知道 哦 原來那個knife 跟這個sword 是對應 對啊 不然你只講Ethan no show 他會覺得好怪 Ethan Ethan Sword 好一點 Ethan no show 然後呢 誰與針鋒 烏卡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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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這樣子翻完 但是那個老外真的不懂 因為很多老外是沒有武俠概念的 除非真的武俠迷的老外就會有 真的有武俠迷的老外 所以我們的第一篇太極語 就是這樣子設計出來 但是這樣不夠 因為你這樣沒有語法結構 大家亂寫的話 雖然是很精簡 翻起來搞不好也可以懂 但是就沒有一個準則 所以後面我們其實一直在加的 也不完全是語法就是準則 你到底應該怎麼寫 這樣子老外能看得懂 那古文的準則是什麼 古文的準則 OK 所以我們希望後面所發展的 就是古文的準則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是嗎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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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